大家好,我是斑斑,想和大家去看更广阔世界的小怪兽 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是关于如何在法国以及在国外就医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话题是很多将会来国外留学或者生活 或者是自己家里有小孩,然后你的孩子将会来国外生活 或者你家亲人会来国外生活或学习 这些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因为无论怎么样就生病其实是人就是一生中难免要经过的一些事情 然后虽然希望大家不要生病 然后那个所以我们如果在国外生病的应该怎么办呢 在我刚来法国或者在来法国之前呢 我就听学姐学长们经常跟我说 如果你要来法国的话就是最好不要生病 或者一定不要生病 自己先提前带点药 要不然的话呢要不你就是在等医生的时候自己病好了 或者就是医生就是一直看不到他 所以就是说他们当时就逗乐着经常说 哎呀就是不是给等死了 就是自己给病死了 就因为在法国看病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是非常的冗长的 因为如果你去急诊的话一等就是四五个小时 然后你去看你的私人医生的话可能要等好几天 但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也是让你自己的免疫体发挥作用吧 我现在来跟大家就介绍一下 如何就是对应这种法国的医疗体制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然后如何进行自我就是说如果我生病呢我应该怎么办 首先第一点呢你在来法国之前你应该会必须得强制保一个保险 它叫做社保就是Security social 这个社保呢无论你是在法国也好美国也好或者澳大利亚也好 应该都会有一个这种基础保险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医疗保险 这个保险呢大概能报就是生活中重大医疗就事故以及伤害 然后一般的什么感冒这种病呢大多数能报个70%左右 法国我觉得总体来说就是说算是一个医疗福利还不错的国家 所以呢如果你在法国生病的话呢不用太担心 这是第一点大家不要太担心就不会像我之前听到的谣言那样 就是不是自己给病死就是等死那也不会那么惨 就是说虽然说它的个周期确实不像中国一样 你去医院挂个号然后半小时之后就可以抽个血提个简就出来了 它不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就是你在保了这个保险之后 一般你还可以就是在这个保了这个Security social 就是这个社会保险之后呢你还可以再保一个就是疾病险 就是病险的这种的一个更加健全更加完整的一个保险 你可以就是根据你的需要去保 一般来说学生会保一种比较便宜的一种学生选险就可以了 这种保险呢大多数上就是我们一般的感冒呀 或者平常就是常见疾病的都是能就是报销掉的 我觉得一般来说年轻人的话得病的就是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放心你可以保一个更贵的 比如说两三百块钱一年的或者更贵的上千的这种保险一年 也就是一个月要交一百来欧的那种都是可以的 根据你自身的需求以及你的经济条件 你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就是这种医疗保险 这是第二就是除了最基本的保险之外 你可以加一个保险 如果你不愿意加这个保险也是可以 但是这个强制险是必须要加的 然后呢在你保险之后你就要找到你自己的家庭医生 因为各医就像他跟中国不一样的是你去医院 然后你觉得自己去看哪个科 然后你去哪个科挂了门诊之后 然后你再去看这个主治医生对不对 或者这个专科医生 但是法国不是这样 他是会有一个就是大概都懂一点的 咱们可以说是万金有的这种医生 叫家庭医生 然后这个家庭医生你先去看他 然后看了他之后他就会告诉你 这个病我可以给你来点药 你就可以吃了 然后比如说是小病的话他可能就感冒 他就会给你一个感冒药什么的 如果呢他觉得这个病你得去看专科医生 他就会跟你说那你得去看专科医生 然后你再跟这个专科医生约一个 约一个诊疗会 然后他再来看你这样子 但是呢在法国就是如果你要去看专科医生的话呢 要提前预约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有一次我就记得我就去约我的那个看 就是我想换一副眼镜 我就约一个眼科医生去 就是测测视力 因为你不能随便去一个眼镜店 跟他说我要配这样的眼镜 你得要医生给你测了视力之后才行 然后我就约了这个医生去测视力 结果这个医生啊 就是我提前两个月约他的 然后我同事都很惊讶 你提前两个月就约到眼科医生这么快 就这种 然后在中国的话 咱们大中国你随便去一家那个眼镜店 然后你跟他说给我测视力 配个眼镜嘛 可能两个小时之内就给你弄出来了 所以就是这个真的是国情不一样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咱们要去看的医生啊 在国外 我相信也都是一些非常 小的病 就是一般都是感冒呀 或者头疼老热啊 这些 然后大多数家庭医生呢 都能很快做出这个 给你解答 所以 刚刚就是说我希望 就是我也非常希望 大家不要去看医生 但刚刚给大家提出的这些都是 一些就是如果你来法国之后 我要注意的一些 如果看医生的一些小事项 一买保险 二选择好的家庭医生 然后如果生病了 及时跟家庭医生预约 预约 然后去看他 然后让他给你就是开药 然后开完药之后呢 你再去药房 待会儿给大家去看一下 一个药房长什么样子 这个远远望去的 这个闪着这种绿色的小光 写着Farmacy 这个就是药房 然后如果你拿了厨房之后 你就可以去药房里面 跟那个配药师 药剂师拿药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个视频 然后希望这个视频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刚来法国 或者刚出国的一些朋友们 然后呢 希望大家最好是不要生病了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然后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